Hello大家好,我是路哥 最近我收到一份这样的礼物 一个玻璃球 这不是普通的装饰品 在这个柚子大小的封闭玻璃球中 底部有一些沙子 水中有几只虾 一些水藻 还有肉眼看不见的数百万的微生物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绝对密闭的 空气、水或者任何一种物质 都不能出入的玻璃球 这家伙唯一摄入的就是阳光 你不用去喂虾 不用去给它们清理垃圾或者是换水 因为水藻会吸收小虾 护出的二氧化碳 从而产生氧气 而小虾以水藻和分解物为实 排出的废物又被微生物分解 形成一个完美的 自己自足的闭环系统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看着这个封闭的小宇宙自己运转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自己是上帝的感觉了 所以这也让我陷入了沉思 对于人类而言 地球近似可以看成是个大的生态球 靠着太阳能获取能量 但是我们和这些鱼虾一样 只是生态球的参与者 没有上帝感 人类能不能自己创造一个封闭的空间 让人可以一直生存在里面呢 能做到这件事 我们就具备了构建生态环境的能力 有半个上帝的感觉了 而且以后人类去火星生活 可以先不着急直接改造火星环境 先搭建无数个生态球 用接近地球的生活体验 先在火星驻扎 靠着太阳能自给自足 就不需要从地球进行货运补解了 那么火星移民计划将会更快地实现 当然我会这样想 科学家们当然也不会闲着 但离谱的是 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尝试 最终导出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该死的人类 你永远不要企图傲慢到认为 自己能够成为上帝 这里面的水生得很 1961年 一个疯狂的科学家进行了这样的实验 那个时候正是太空探索热火朝天的时期 美苏的太空争霸 催生了一系列的科学探索 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 叶夫根尼舍弗列夫 焊了一个铁匣子 他要把自己和一堆小球枣放在匣子里 经过精心的计算 巴加伦的小球枣 在灯光的照射下 产生的氧气足够他自己呼吸 而人类呼出的爱氧化碳 也足够巴加伦的小球枣 进行光合作用消耗掉 非常的完美 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而且万一小球枣长得不好 那么我们的叶博士就凶多吉少了 他本人还是非常自信的 坚定地爬进了仓石并封上了门 然而这个实验只持续了一天 叶博士就被腐败的空气熏得实在受不了了 在最后一刻打破了封闭的门爬了出来 他的同事们都被小匣子里 让人反胃的恶臭气味惊呆了 叶博士自己在匣子里的时候 就类似于温水煮青蛙 最开始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 到最后才实在受不了了 他后来发现 其实暗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是挺和谐的 问题是藻类和他自己排出的其他气体 逐渐污染了环境 比如像甲丸 刘化氢以及氨气 刘化氢是出了名的臭鸡蛋味 人类的屁中就大量的存在 氨气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都不用闻 眼睛就开始流泪了 你只管了自己的肺部 有没有想过 气体交换还有下半身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了 实际上一个生态系统循环 要比理论上复杂的多 后来叶博士又进一步尝试 扩大密封石 调节养料和光照等操作 把密封生存时间提升到了30天 进步了不少 但是离我们可持续发展的 稳态系统差距还很大 到了1965年 苏联开始动工一个大项目 BIOS-3封闭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最初的目标 就是为了服务于航天视野 要让宇航员生活在火星上 所以这个封闭系统也叫 火星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的原理 就是学习了 伊夫根尼舍弗列夫的小球藻实验 只不过呢 规模变得更大了 它可以让三个人在里面生活 但是这三个人 在火星模拟器中 生活了100多天以后 它们的状态越来越差 甚至会做出一些 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有一次 一只蟑螂钻了进来 这三个人看到后 不但没有踩死它 还把它像宠物一样喂养起来 这个举动跟宇航员很像 曾经在和平号空间站里面 宇航员带着一些鸟 进入了空间站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些鸟没有办法 适应失重的环境 不得不杀死它们 这些宇航员 几乎全部都流下了眼泪 在BIOS-3系统中 生活的三个人 对身边的植物 也会有异于常人的情感 科学家们把这种封闭期间 对身边动植物产生的 强烈情感 称之为暴露的神经 也就是说 动物和植物 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 不仅仅是生理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作用 也就是说 我们从精神上 就需要这些植物和动物 虽然你会在日常生活中 随便踩死一只蚂蚁和蟑螂 但是你身处太空深处 如果你能拥有一只蚂蚁 当作宠物 这可能是你最宝贵的财富了 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 美国的宇航员的一些物理学家 来到莫斯科 了解他们的封闭系统实验 这一次的访问 给这些美国的科学家 很大的启发 而这也直接促成了 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 封闭系统实验的诞生 它就是美国 亚尼萨纳州的生物圈二号 叫这个名字 也很容易理解 地球就是咱们的生物圈一号 生物圈二号 是由富豪爱德巴斯 和生态系统学家约翰·艾伦 1984年发起的项目 耗资1.5亿美元 占地面积3.15英亩 也就是1.3万平方米 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它的外观非常的酷 有圆形顶 也有金字塔形的 有太空殖民地的感觉了 这个项目的发起者 有着非常大的野心 他认为我们不应该 把太空生活看成一段旅行 而是把它当作真正的生活来看待 他们要真正的复制地球的生态系统 因此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博弈 生态学家们最终决定 在生物圈二号中放入3000多种生物 模拟地球建成7个生物群落 有一个面积为1900平方米的日带雨林 一个面积为850平方米的珊瑚礁海洋 一个面积为450平方米的红树林湿地 一个面积为1300平方米的大草原 和一个面积为1400平方米的沙漠 最后就是一个面积为2500平方米的 农业系统和一个人类栖息地 整个系统采用完全封闭的方式 不与外界进行任何物质交换 只接受太阳能的照射 不过你可不要认为 里面的人过的是原始的生活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现代科技与狠活 在保障着整个系统的运行 其中有独立的管道系统循环 来加热和冷却水 有26个空气处理器 用来净化空气和保持湿度 他们还开创性地使用了一个叫做肺的结构 来调节大气压力 由于白天太阳的热量使室内的空气膨胀 这个巨大的薄膜就这样漂浮在空中 调节着气压差 他们不仅在照着地球建造生态圈 还在人类的器官上去寻找灵感 生物圈二号有一系列的监测设备 来测量二氧化碳氧气含量等指标 项目还在建设的那几年 生物圈二号就吸引了当地广泛的关注 大家都相信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项目 1991年9月26日8点 8位参与实验的人员 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 迫不及待进入到生物圈二号 他们满怀信心 感觉自己即将开创新的历史 然而在进去不久后 8名成员就发现 这可不是什么乌托邦 要维持基本的生活 就要不停地重复劳作 因为不允许用农药 为了拯救水稻作物 大家甚至要疯狂地去捉毛毛虫 否则他们的口粮就会堪忧 为了吃到一个披萨 他们需要花费四个月的时间 从种植 浇水 除草 还有最后的收割 农业系统产生了总粮食的83% 其中包括香蕉 木瓜 干薯 甜菜 花生 姜豆 稻谷和小麦等作物 从世界范围来看 产量也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甜土豆和胡萝卜都生长得非常好 因此生物圈居民们吃了很多这两种蔬菜 你可能会发现照片上的成员们的皮肤很奇怪 这些蔬菜都含有一种叫做β胡萝卜素的物质 这其实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缺乏ββ胡萝卜素 人会得夜盲症和干眼症 皮肤会变得很差 但是这玩意儿吃多了 会让人的皮肤变得越来越黄 这大概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 虽然龙业做的还不错 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所得的光照不足 这个精美的龙业拱形屋顶 看起来很壮观 但是遮挡了很多的光线 按照原计划 本来能得到65%的环境光 最后只得到了45% 其实只要稍作改变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在龙业区的设计 完全可以用平的屋顶 虽然这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却严重影响了龙作物的产量 不仅如此 他们还采用了研究饮食长寿的专家 罗伊沃尔福德的方案 采用了低热量高营养密度的饮食 按照专家的方案 确实没有人营养不良 但是吃的健康和吃的爽是两回事 寿司者们对自己从前 在圈外吃到的食物无比的向往 对美食的依念越来越强烈 经常有人坐在桌子上 进行一种心理治疗 食物幻想 他们想象着并详细描述 自己希望吃到的美味食物 有人把空叉子放到了嘴里 仿佛真的闻到了巧克力蛋糕的香味 甚至可以感觉到 黏糊糊的奶油一样的质地 尝到了浓郁的黑巧克力味 然后再用一杯想象中的 卡布奇诺冲下去 当大家坐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往往关注的也是其中吃的场景 忘记了剧情 更折磨人的是 生物圈二号经常会迎来很多参观者 这些访客隔着玻璃在外面边吃边看 参观的人一个比一个胖 而生物圈二号中的人们却越来越瘦 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想着要去吃昆虫了 想换个口味试试 正好一种热带蚂蚁和蟑螂大量的繁殖 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 吃了他们或许是一种一举两得的事 不过最终自尊心战胜了这种想法 没吓得去口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意外 让这个实验饱受诟病 有位成员因为意外切断了自己的手指尖 不得不被送出去治疗 而当他回来的时候 随行带了两大包行李 虽然他声称携带的只是塑料这类的物资 但是依然有人怀疑他们运送了食物进去 甚至有人推测 这个人切断手指尖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出去拿食物 在进入生物圈二号之后 受试者们平均减重了16% 不过好消息是 健康检测显示他们的部分指标都得到了改善 比如降低了血液中的胆固醇 血压有所改善 增强了免疫系统等等 还是那句话 健康如果能够打败美食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胡吃还喝了 圈里的人也都是普通人 对于他们来说 美食比健康更重要 不过一直到这里 似乎生态圈二号运行的都不错 直到1992年4月的一天 其中一名成员显得异常的紧张 他告诉其他成员 他在实验室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读书 大家还以为是氮气发生气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他缓慢地说出 不是的 我们的氧气正在失去 所有人都震惊了 虽然大家的身体有感觉到一些异样 但是他们知道 氧气和氧化碳的变化是平衡的 而一直以来 密切监测的氧化碳并没有明显的升高 那么氧气是去了哪里呢 他们不敢相信 一次又一次的运行样本 但是数据毫不动摇 他们惊恐地发现 这样可能就说明了 整个系统不是完全密闭的 这可能对整个实验的基础产生了否定 那么投资人会停止资助 一切都会完蛋 最终他们想到对生物圈中的所有成分 进行同位素追踪分析 发现居然在混凝土中吸收了氧气 而且它不仅只吸收氧气 同时也吸收了氧化碳 形成了碳酸钙 这也能解释氧化碳为什么没有增多 因为它和氧气一起被吸收了呀 但问题是为什么氧化碳没有减少呢 按理来说 它应该和氧气一样 总量下降才对 后来人们发现 由于给龙作物堆肥 是会消耗掉氧气而产生氧化碳的 这也是生物圈的人总结出最后悔的操作 它们根本不需要堆那么多的肥 又因为混凝土吸收了一部分的氧化碳 空气中才检测不到氧化碳的增加 但氧气确确实实减少了 谜底终于揭开了 虽然不至于对整个实验基础造成打击 但是堆肥确实是一个严重的事物 氧气含量从最初的20.9%开始稳定的下降 16个月以后降到了14.5% 这相当于在海拔4080米处工作和生活 其中有不少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 一些生物圈的居民开始出现 睡眠呼吸暂停和疲劳等症状 为了避免危险发生 医疗团队在1993年1月和8月 往圈内注射了氧气 算是化解了一场危机 但也从侧面证明 这个圈需要外界的补给 这还没完 在生物圈的生活充满了混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们的认知不断受到了挑战 在生物圈二号中 虽然一直坚持着健康饮食 但受试者们发现 他们的血液中 有毒物质的浓度反而在上升 这些有毒物质显示着 他们有使用过杀虫剂和除草剂 可是他们并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 又是一次对实验基础的质疑 难道系统还存在漏洞吗 最后他们从一位 曾经在第三世界国家生活过的 受试者血液中 找到了美国20年前 就禁止使用的杀虫剂成分 医生猜测 可能是由于生物圈内的人食物有限 体重短期内大幅下降 于是就开始消耗过去储存在体内的脂肪 消耗脂肪 为什么跟血液中的毒素上升有关系呢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我们以前就做过有关脂肪细胞的内容 脂肪细胞的功能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存储脂肪只是他们众多工作中的一个 比如它参与分泌瘦素 瘦素就是一种能够让我们瘦的激素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吃饭产生饱腹感 让我们不再继续进食 存储脂肪的细胞竟然能分泌让我们瘦的激素 人类的身体像这样魔幻的地方还有很多 咱们以后慢慢说 不仅如此脂肪还参与免疫调节 血压调节等等 而这里 专家认为受试者们在进入生态圈以前 身体的脂肪细胞不仅存储着大量的脂肪 还存储了很多食物中的毒素 而因为大家吃不好 脂肪细胞被迫成为共能细胞 会促使它们分泌很多物质出来 其中就包括农药和毒素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它们开始跟踪体重和毒物的数值 而在第二年 随着生态圈的农作物产量的上升 所有成员的体重都在逐步的增加 而此时真的发现 血液中的农残减少了 农残毒素很多都是氢脂的化合物 高中化学我们都学过 相似相容 作为油脂的脂肪细胞 是它们最想待的地方 生物体是多么的复杂和奇妙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日常的快速减肥 也是可能给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的 那些氢脂化合物 可能会穿透血岛屏障 那么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就不好说了 在经历了两年零二十分钟之后 第一次生物圈实验结束 成员们从生物圈二号出来 怎么这个时间还有灵有整的呢 最后这二十分钟 就是要走个完整的流程 开个毕业大会了属于 但是这些人心里面都在默念 真是一分钟也不想多呆了 想出来的心情 甚至比当初想进去的心情还要迫切 在第一次生物圈实验的基础上 后续人们又开展了第二次实验 第二次生物圈呢 实际上解决了第一次生物圈 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做了很多的优化 但因为管理和投资层面的问题 最终只进行了六个月就结束了 所以回头看啊 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封闭系统实验 从过程和结果上来看 很多都是不如预期的 尽管很多人都很努力 并且有坚定的信仰 但是面对复杂的生态系统 永远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作为一个跟微生物 打交道很多年的人来看啊 我觉得随着实验继续进行 微生物层面的问题 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因为微生物的多样性 无法与地球相比 动物的尸体 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分解怎么办 多样性过低 也预示着微生物之间的 结抗作用很低 很有可能会孕育出一种超级细菌 肆虐整个生物圈的生物 只能说啊 这些人是幸运的 能够健康的结束实验 虽然我们模拟了地球的生态系统 但是它的规模和缓冲效果 相对于庞大的地球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生态圈二号的波动啊 要大得多 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啊 是经过上一年的演化 才达到了如今的相对平衡态 人类要重构一个自循环的 庞大封闭生态系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球这样的生态圈 创造它可能需要花几十亿年 摧毁它可能只需要一千年 最后啊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 生态圈二号中的人们 除了身体上面临的挑战 成员们在密闭的空间内啊 很快就面临着各种心理上的问题 有人就曾经得了抑郁症 哎 为什么人会得抑郁症 人工智能AI会不会得抑郁症 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咱们后面专门做一些节目来聊 最后啊 我跟何时老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问他为什么人类 无法构建稳态的生物权 他回复了这样的一句话 依赖还原论的人类 最后天气预报都无法预测精准 当然这句话要是拆开说 那就又是一期节目了 先挖两个坑 后面给大家补齐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